明朝奇案 大哥撒手人寰 嫂子却怀孕了 兄弟怀疑大嫂对不公堂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明朝万历年间 张州府龙西县 有位叫曹敦的老板病故 他老婆真是始至不渝 表示绝不再嫁 四个月过后 老板的弟弟曹厚来探望嫂子 竟然发现他的肚子大了 他就问嫂子 这是唱的哪出戏啊 嫂子泪流满面的说道 这孩子是你大哥的 在他生前就有了 只是那会时日尚短 没有显怀 小叔啊 这可是你大哥唯一的血脉 不管如何也要保住了 不然的话他就绝后了 曹厚见嫂子说的情真意切 也就信以为真 可是后来他就发觉不对劲 于是就准备把嫂子告上了公堂 嫂子得到这个消息 他的反应出人意料 曹老板生前是做绸缎生意的 他死了以后真是忙不过来 就把他的表弟吴强叫过来帮忙 曹老板的弟弟曹厚 是个无业有名 整天沉迷赌场 只要他缺钱了 就到绸缎店来借 以前曹老板在的时候 还经常说他 现在曹老板死了 他再来借钱 也没人敢管 真是虽然心里不满 却大气也不敢出 曹厚要借多少只能任他借 当然了 曹厚借钱是从来不还的 时光荏苒 转眼一年就过了 真是的孩子都快满岁了 突然有一天 有个叫秦宝的人告诉曹厚 说那孩子不是曹老板的 那人说的煞有介事 说某年某月某日 曹老板外出办事 有名男子去找了真是 还说这事儿是他亲眼目睹 曹厚就问他 那人是谁 秦宝答道 我当时没看清楚 曹厚就说 你小子 可别拿我嫂子开玩笑 出了事你担待得起吗 秦宝答道 嗨 你说的什么话 这可是大事了 兄弟我这么没分寸吗 曹厚就说 那好 明天我就去衙门告他 到时候你得出来作证 秦宝就说 没问题 你去告吧 这俩人的对话 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 真是的耳朵里 他一想 这还了得 这小叔子 整天耍无赖到店里借钱 我都没坑过医生 怎么反倒说起我的坏话来了 你要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那好 咱们就来个鱼死网破 当天下午 他就找人写了份撞旨 然后抱着孩子去了县衙 他要状告的人正是小叔子曹厚 说他酒后犯迷糊 对他用墙 当时龙熙的直线 是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棚梯座 也算是一个断案能手 他结果壮指一看 当场就怒了 按当时的规定 嫂子是长辈 小叔是晚辈 对嫂子无礼 就是以下犯上 那可是要杀头的 所以 他对这个案子相当重视 立即传唤了曹厚 牙翼上门的时候 曹厚还在睡觉呢 他昨天晚上是喝多了 这会儿还在冒酒气 他睡得正香 突然感觉屋里有人 睁开眼睛一看 竟然是牙翼 这可把他给吓坏了 慌忙起身行李 牙翼没有多问 直接就把他带走了 曹厚一边走一边想 这是咋回事儿啊 我也没干啥 怎么官差都找来了 不多时 他们就来到了公堂 彭之县怒拍荆堂木 对曹厚喝道 大胆狂徒 竟敢以下犯上 该当何罪 速速招来 免受皮肉之苦 曹厚浑身打了个机灵 慌忙跪下 大人 您何出此言 彭之县喝道 你自己做的好事 还敢跟我装模作样 说 昨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 再不说实话 就大行伺候 曹厚想了想 答道 我没干什么呀 昨晚嫂子备好酒席 请我过去喝酒 我一直在她那里 哪儿也没去呀 彭之县说道 好 你肯承认在你嫂子那里就行 那我问你 你对她做什么了 曹厚仔细想想 实在想不起 有哪里不对 就说道 当时我多喝了几杯 后来醉了就回家睡觉了 我没干什么呀 彭之县心想 就算有这事儿 一般的女子都不会承认 真是这么说 想必这事儿不假 她让牙医先给曹厚二十大板 然后说道 这是你嫂子递来的壮志 她说你昨天喝醉了 冒犯了她 可有此事 曹厚被打后 满脸痛苦之色 听到支县问话 她急忙摇头 说道 大人 冤枉 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 这纯属诬告 你一定要查明真相 还我清白呀 真是听到曹厚这么说 就嚎啕大哭 哽咽着说道 县太爷 您可要相信我呀 我说的都是真话 我一个父道人家 能拿自己的明节开玩笑吗 彭之县心想 你们俩一个说有 一个说没有 都言之凿凿 这让本官如何处理呀 难道是曹厚醉得太厉害 把事发经过全部都忘记了 不应该呀 彭之县脑筋飞速运转 他在考虑怎么处理才恰当 虽然曹厚这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他拒不认罪 加上又没有证据 这打也打了 审也审了 还是没有结果 倒不如先把他关起来 然后派人暗中查探 或许可以查出端倪 打定主意以后 彭之县就让牙医把曹厚压入牢房 然后把真是放了 彭之县对真是说道 你且先回去 带本官查找证据 只要找到了证据 本官一定中处曹厚那丝 真是擒着眼泪 给彭之县磕了三个头 然后说道 多谢大人 就这样 真是就带着孩子回去了 彭之县让几名牙医 去绸缎店附近潜伏 只要发现一场立即报告 同时 他还安排人手去曹厚邻居处打听 希望能够找到蛛丝马迹 次日 去曹厚家附近的牙医回来禀报 据周围的人说 曹厚好赌 并且游手好闲 全靠在真是那里借钱度日 稍有余钱 就去赌场 不管借多借少 他从来没还过 邻居们还说 真是和儿子相依为命 平时品行端正 吃苦耐劳 彭之县说道 看来 这曹厚果真有问题 下午 去绸缎店附近的牙医又来禀报 说真是回去之后 就待在绸缎店 那也没去 有名叫吴强的男子 经常在店里留宿 彭之县问道 绸缎店很大吗 共有几间房 牙医答道 店铺不大 前面是铺面 后面就一间厨房和一间卧室 真是大多数时间都在店里 自从他男人死了以后 就很少回家了 彭之县问道 啊你这么说 真是和吴强关系似乎有点不寻常 他们俩是亲戚吗 牙医说道 听说吴强是真是的表弟 彭之县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然后陷入了沉思 他突然想到曹后身材瘦弱 比真是还矮小 如果要对真是用强 就算不喝酒 他也未必能得手 可真是说 当时曹后喝醉了 并且醉得很厉害 在这种情况下 竟然还得手了 似乎有点不合情理 过了一天 又有牙医来回报 说真是的孩子 竟然不是曹敦亲生的 邻居们都这么说 从他的相貌来看 反而和吴强长得很像 吴强经常在绸缎店流宿 孩子是他的 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能 彭之县心想 估计这二人关系匪浅 他不再迟疑 立即下令提审吴强和真是 待二人上了公堂 彭之县开门见山说道 真是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曹后对你用强 真是一听 又开始哭诉 大人 我一个弱女子 能有什么证据 况且 出了这种事 切身感到万分耻辱 哪能想到保留证据 彭之县冷笑一声 说道 你找不到证据 恐怕这事本就是子虚乌有吧 你让吴强在店里留宿 这是没冤枉你吧 还不从此招来 吴强当即辩解道 大人 我和真是是表姐弟 怎敢做出秦寿之举 请大人明察 彭之县冷漠地说道 如果你和他没有那种关系 为何孩子和你如此相似 是不是秦寿 本官掀不下定论 等会一言便知 然后 他转头对牙一说道 去 打盆清水来 本官要让他和孩子滴血认清 据民间传闻 如果两个人有血缘关系 那么从他们身上各取一滴鲜血 放入装有清水的盆里 两滴血就会相互融合 如果没有血缘关系 这两滴血是不会融合的 很快 牙一就把清水打来了 彭之县命牙一 用针在吴强和孩子的手指上扎一下 取一滴血滴入盆中 写入盆里 他们在孩子的啼哭声中 竟然神奇地交融了 针士和吴强面如死灰 他们完全想不到 彭之县会来这一手 如今证据确凿 他们只能如实招认 原来 针士和吴强的事 曹后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了 但是他并没有告诉大哥曹敦 而是以此要挟针士 经常找他给银子 如果不给 就告诉大哥 当时的法律规定 如果曹敦捉奸在床 将针士和吴强杀掉 他是不会承担罪责的 所以 针士心里很怕 但是他又不想和吴强断绝来往 他只能选择给钱 针士原本以为 曹后来几次就不会再来了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小叔子太可恶了 他不断拿走他们的血汗钱 去填赌场那个无底洞 并且来的次数越来越多 胃口越来越大 他就心生怨恨 即便是这样 可曹后还不满意 准备去告他 他心想 你要告我是吧 不如我先下手围墙 针士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被逼的没办法 放手一搏 或许还能取胜 如果听之认知 估计凶多吉少 万一这官司打赢了 他和吴强可以继续交往 小叔子也不敢再找他拿钱 这如意算盘倒是打得不错 最终却被彭之县识破了 依照明朝的法律 彭之县将吴强和珍氏 各打四十大半 既然孩子不是曹敦亲生 那么他就不能继承曹敦的家产 绸缎店怎么处理呢 如果全部给曹后 岂不是助长了赌博之风 如果全部给了珍氏 好像也是助长了歪风邪气 陶绿再三之后 彭之县决定 二人各得一半家产 曹后管理绸缎店 将一半家产之音交给珍氏 珍氏嫁与吴强为妻 但是曹后终身不得再入赌场 吴强终身不得再娶 珍氏终身不得再嫁 拙令各地保长和里长监督 如果发现他们为令 老百姓可以随时举报 只要举报属实 就可以得到为灵者的全部财产 彭之县这个判决 真是绝妙至极 曹后再也不敢进赌场 只能好好打理生意 后来他赚了很多钱 就娶妻生子 生活很是幸福 吴强和珍氏成婚后 只能互相包容 互相扶持 一家三口也是其乐融融 彭之县之所以这么判 不单是从法律角度考虑 而是以救人为目的 这在当时那个年代 也是属不易了 现代医学证实 的确认亲是不可靠的 但是 在古代确实有这个说法 如果吴强和珍氏 没有那种关系 他们也只能被冤 由此可见 科技对法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小杰 曹后深陷赌场 失去了良知和人性 他明知嫂子有问题 却不告诉大哥 为了前儿纵容嫂子继续犯错 实在不可理喻 真是身为人妻 却不守父道 和吴强暗度陈仓 为了和他继续保持关系 而纵容小叔子在赌场越陷越深 总体来说 这俩人都很自私 不讲道德 这个故事启示是 赌博骇人 瞻不得 瞻上了一生贫穷 失去人格 个人作风要减点 否则必然人设崩塌 早晚或是会上门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